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如果你坚持一年穿袜子睡觉,身体会有什么变化,结果可能颠覆认知,深夜,一切静寂无声,被子清改,夜光朦胧,在这最私密的时刻,有人讲求一丝不苟,双足裸露,有人则偏爱温暖,穿袜入睡,袜子,宛如脚的护盾, 温暖双足,抵挡外戒严寒,为步履提供舒适,传言中,穿袜子睡觉会导致火瞎形,抑制身体热量下移,影响健康,但这究竟是医学事实,还是无济之谈呢? 科学研究显示,穿袜子睡觉,不会导致身体温度异常下降,相反,适度的保暖,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,有助于入眠,身体温度调节是生理学中,一项十分复杂的过程,涉及多种生物学机制的紧密协调与合作, 夜间人体温度自然下降,有助于导向人们进入深度睡眠状态,以实现充分休息与身体恢复,穿袜子仅仅是局部提供温度,间接帮助血管扩张,促使疲惫的身体更快放松,并不存在传说中的 引火下行,实际上,温暖的双脚,或许正是甜美梦境的开启界,迷信在人心中有其生根之地,而医学研究,则以严谨的态度,揭示事物本质,需要清楚的是,穿袜入睡,并非对所有人都适宜,对于汉贱活跃,足不容易潮湿的朋友, 长时间封闭的环境,可能导致真菌滋生,增加足部疾病的风险,因此,个人健康状况与袜材质,都是决定是否穿袜入睡的重要因素,根据科学个性化定制的睡眠习惯,比盲目听信传闻,更为明智有效,可显著提升睡眠质量,对健康更有益,穿袜子睡觉, 作为一个生活小选择,更应基于个体的舒适感和健康考量,来做出判断,如果担心夜里较冷,选择一双透气信号,适合自己的睡袜,是明智之举,反之,如果您易于出汗,不妨让足部在夜晚呼吸,享受清凉自在, 如果连续一年穿袜子睡觉,人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?科学研究表明,穿上一双袜子睡觉,人进入梦想的时间,会比平时提前15分钟,而且晚上醒来的次数,也会烧很多,都说穿袜子睡觉更好,难道日本人长寿,也跟晚上睡觉穿袜子有关系吗? 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一天,你会有一些不习惯,脚丫子在被窝里,一小会就开始发热了,你只想左脚踹右脚,把袜子给脱掉,要是你出现了这种情况,只要穿上袜子,就有一种舒服感,那就不要继续了,脱掉后睡个舒服觉吧,只有不分春夏秋冬,脚底板都冰凉的人,才会觉得穿袜子睡觉,很舒服暖和, 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三天,平时穿鞋子就汗脚,时间长了,就脚臭的,晚上睡觉,脚底板也挨出汗,穿上袜子焖住脚,蒸脏拿捣的效果,就更加明显了,随着真菌的生长,脚气反倒更严重了, 这也是脚在反抗你,反倒是脚底板容易干燥均裂的,每天晚上睡觉前,先跑跑脚,脱点护肤乳,再穿上袜子睡觉,能够温暖一个晚上, 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七天,晚上不穿被子不穿袜子,也不容易脚臭的朋友已经坚持下来了,甚至爱上了穿袜子睡觉的感觉,睡觉质量在无形之中提升了, 要是晚上忘记穿袜子,都感觉脚底板没有安全感,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一个月,冬天的夜里,都要被冷醒好几次的你,能够一觉睡到天亮了, 果然科学家成不起我,穿袜子确实能减少夜里醒来的次数,而且躲进被窝后,只要脚底发热了,就能快速睡着,而不是辗转反侧, 总感觉脚底板冷得要命,怕的是有些朋友,夏天热得要命的天气里,脚底板也是凉嗖嗖的, 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三个月,离脚底板最远的大脑,接收到发热信号后,就会加速血液的流动, 让你的全身上下都快点热起来,这个时候,晚上睡觉稍微有点热,就爱踢被子的朋友,要注意了, 随着天气慢慢变热,减量盖轻薄一点的被子,袜子也不要穿得太厚了, 别到时候脚暖和了,身子着凉感冒了,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六个月, 你开始有点不习惯穿袜子了,毕竟大夏天的不穿袜子就很热, 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皮肤越来越好了,原本蜡黄, 长满痘痘挫疮疮的脸,都变得白皙有光泽了, 你只好继续坚持下去,由于冬天的棉拖已经收起来了, 避免晚上穿着袜子踩脱板去上厕所,不小心把袜子给溅湿了, 你只能在晚上少喝点水,上完厕所洗漱完毕后, 直接穿上袜子睡觉,中途坚决不再离开, 舒服的大床了,人的脚底板有很多的穴位和各个内脏器官相连, 只要把脚底板保护好,人的身体就能正常地运转, 如果大火担心,长时间穿袜子会汗脚, 尽量穿头气性强一干的袜子, 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九个月,天气微微变凉, 晚上必须加减外套才行,穿袜子睡觉的温暖感, 好像又回来了,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 身体新陈代谢的速度加快,堆积在体内的毒素也被赶了出来, 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向你请教, 最近是不是用了什么新的黑科技, 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了, 一点打工人被内耗的样子都没有, 其实你自己也能感觉到,就算前天晚上熬夜了, 第二天起来也是元气满满的, 当你穿袜子睡觉的第十二个月, 回想穿袜子睡觉的这段时间, 自己感冒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, 就连身边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, 被新冠病毒打败时, 你居然一点事都没有, 千万别觉得我在瞎吹, 我的大学室友一年四季都用爱草包抛脚, 穿袜子睡觉, 疫情放开后,大火都疼得不要不要的, 他一点事都没有,要知道, 喊从脚底来,不是玩笑话呀, 你可能要问了, 日本人到哪儿都脱掉鞋子, 只穿着袜子, 他们难道不会焊脚吗, 要是脚臭胃很严重, 他们还得光脚穿袜子, 席底做吃饭呢, 是真的不怕穿胃吗, 不是不怕, 而是会随身携带出臭剂, 那么日本人长寿真的和随时随地, 甚至睡觉都穿袜子有关吗, 我只能说并非如此, 而穿袜子能改善人的睡眠质量是真的, 他们长寿的关键, 是吃得好睡得香, 穿袜子入睡是否适用于所有人, 穿袜子入睡并不适用于所有人,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, 皮肤敏感度, 汗腺的活跃程度都不仅相同, 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决定是否在睡觉时, 穿袜子时考虑, 对于汗腺分泌较多, 足不容易出汗的人来说, 穿着袜子可能会导致潮湿, 这就为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创造了环境, 长期处于不透气环境, 可能引发足部皮肤问题, 如香港脚等真菌感染, 此情况值得人们高度重视, 采取预防措施至关重要, 相反, 对于那些常感觉脚部寒冷, 尤其是在夜间的人来说, 穿袜子睡觉有助于保持足部温暖,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, 从而有助于更快地入睡, 然而选择适合的袜子至关重要, 最好选用透气性好, 吸湿性腔的材料, 以防止过度潮湿, 这样有助于保持足部干燥和舒适, 是否穿袜子入睡, 应该基于个人的舒适感和健康来决定, 每个人都应当倾听自己的身体, 并在必要时自寻医疗专家的意见, 这样,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睡眠习惯, 在中医里面一种药是两用的中药叫肉桂, 它能让人体里的火气往下走, 不让火气上升, 而穿袜子睡觉也有类似的作用, 它能挽回人体里的肾, 让肾里的火气往下走, 还能保护人体里的元气, 不让元气跑掉, 所以, 穿袜子睡觉就像一种看不见的按摩, 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, 穿袜子睡觉除了能让火气往下走, 暖和肾, 还有哪些好处, 一, 保暖脚部, 脚部的保暖很重要, 到家说过, 人的精气是从脚底开始的, 脚底要保持温暖, 肾的根源在脚部, 脚暖了才能生精气, 摆病从寒起, 寒从脚下生, 这句话的意思是, 寒起会先从脚部进入人体, 然后慢慢向上, 所以, 手脚冷的人, 建议穿袜子睡觉, 手脚暖了, 就能睡得更好, 而且, 脚离心脏比较远, 所以更需要保暖, 如果手脚冷, 会让血管收缩, 可能让神经系统过于兴奋, 影响心脏和脑部的血, 血管收缩, 严重的话, 可能会心脏病或缺氧, 这也是为什么, 冬天容易发生中风和心脏病,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两句话, 人生病了, 只要先让脚难起来, 身上的病就能好一半, 人的衰老是从脚底开始的, 人老了怕冷, 也是从脚底开始冷的, 所以, 人生病了, 可以试试穿袜子睡觉, 对治病有一些辅助作用, 而怕冷的人和想延缓衰老的人, 穿袜子睡觉也许能帮你, 更重要的是, 穿袜子睡觉还能封住脚底的涌泉学, 涌泉学能通十二经过, 二, 能改善失眠和提高睡眠质量, 有研究表明, 穿袜子睡觉的人, 比不穿袜子的人睡得更好, 也就是说, 穿袜子睡觉的话, 可以睡得更香, 生理与行为, 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, 穿袜子睡觉的成人, 能够更快入睡, 当然, 也有一小部分人, 刚开始不习惯穿袜子睡觉, 反而睡不好, 甚至失眠, 但是如果坚持一下, 只要一周左右, 就能适应, 如果一直睡不好, 可以不穿袜子睡觉, 说明这个方法不适合你, 三, 能提高气血的使用效率, 预防贫血, 中医认为脚离心脏最远, 所以心脏送到脚部的血气不多, 这也是为什么, 一些气血不足的人容易脚麻脚冷, 四, 促进气血循环, 中医认为脚冷会消耗身体的气, 而穿袜子能保暖脚部, 促进气血循环, 五, 改善脚跟干裂, 在冬天, 穿袜子睡觉能防止足补水分流失, 改善脚跟干燥, 裂开等情况, 穿袜子睡觉还有其他好处, 就不一一讲了, 如果你还想到了什么好处, 欢迎在下方留言,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,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, 穿袜子睡觉, 要选择纯眠的袜子, 不要太紧, 最好是长一点的足球袜, 千万不要穿紫袜或紧身袜, 这样会影响脚部的循环, 有的还可能引起静脉曲张和血管炎, 还有就是穿袜子睡觉不是每个人都适合,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, 比如有脚气的人, 一周内都不能适应, 就不要穿了, 在生活中, 我们也看到有很少的人睡觉失脚很热, 天气冷, 还要把脚伸出被子, 甚至贴到冰冷的墙上才觉得舒服, 这种情况也是身体出现的问题, 需要及早调理, 如何选择适合的袜子来睡觉, 才知最佳选择透极性好, 且具备良好保温性的天然纤维材料, 例如棉或竹纤维, 这样能够确保足部舒适, 有助于保持适当的温度, 尽量避免选择全合成材料, 因为它们可能会限制空气流通, 导致足部不适, 选择天然纤维材料, 更有利于保持足部干燥和舒适, 睡袜移松, 避免过紧, 以保持血液循环畅通, 选择松弛度, 适中的袜子, 有助于确保舒适的睡眠体验, 确保袜口的弹性适中, 不留下过紧的痕迹, 3.吸湿性, 挑选具有良好吸湿能力的袜子, 以帮助吸走足部的汗水, 保持干燥舒适, 4.尺码, 正确的尺码很重要, 过大的袜子会滑动形成皱褶, 这可能导致磨损或不湿而过小, 则可能限制足部活动, 引起不湿, 5.厚度, 根据你的温度感觉和季节条件选择袜子的厚度, 如果你的脚容易冷, 可以选择稍微厚一点的袜子, 但确保不会让你的脚过热或出寒, 6.功能性, 对于一些需要额外关注的特殊状况, 如糖尿病患者, 市面上有专门设计的糖尿病袜, 他们通常无缝, 循环支撑较好, 减少对足部的压力, 就穿袜子睡觉一试, 对大多数人而言, 这是一个安全的习惯, 不会导致所谓的活下行, 科学的态度在于观察, 分析及实验, 而不是传言, 我们应该紧随正确而行, 享受科学带来的益处, 穿袜子入睡是否合适, 关键在于个人的需求和身体状况, 没有必要为无根据的说法所困扰, 也无需迷信某一生活准则, 只有认清自己的身体需求, 倾听专业的医疗意见, 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睡眠质量, 让我们抛开无端的忧虑, 拥抱个性化的生活选择, 挥别误区的迷雾, 以科学的名义进入梦乡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在这里, 你永远不会孤单。